而率先喊出O-IN的倒霉的气球哥现在笑不出来了 之前赢牌的时候太得意忘形了吧 乐极生悲了吧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继续来看牌 Professor教授A-52两门花 选择在开刀位加注到了5000 尼卡尔波A-22单门花跟注 X-24A-44单门花跟注 他们都按的牌说实话有一点点差 不过他还是决定入池碰一碰运气 翻后一张圈尼卡尔波拿到按三 而Flop两张黑桃呢 给到Charles一个NAS班的听牌 一般来说牌手拿到好牌呢 很少会选择慢打 只不过尼卡尔波这回呢 对上四个人啊 他在等待着一个下注 而印度三哥呢 在庄位啊 用一手花顺双抽啊 直接打出了一个满池 本来想着没人打 自己在后卫把底势给抢下来 没想到遭到了尼卡尔波 顽强的抵抗啊 奥马哈就是要这样啊 好牌尽量不要慢打 除非拿到的牌啊 是真的够大啊 超级NAS啊 另说 87500刀的加注啊 三哥确实跟不动了 千万不能拿着小顺子 或者小铜花的听牌啊 去拨一个大底池啊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啊 安特尼两门花 在后卫夹注到了7000 Professor2390盖牌 三哥呢 A圈66单门花 在前卫选择了跟注 翻牌K67 又是一手暗三 不过毕竟只是个SET6 头顶还有两个帽子在啊 三哥呢也不敢打得太激进啊 不过看到一个1万的下注啊 我是认为三哥应该要加注的 这样的话 让安特尼看到了转牌 转牌一张9 安特尼拿到了顺子 不过这并不是NAS顺啊 头顶还有更大的80顺子存在 三哥转牌继续选择过牌 安特尼加大了下注量 当对手有K或者是什么K6K7啊 两对来打 而三哥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啊 要加大下注量啊 曼达打出事来喽 六万四的坡 三哥推出了9万 把自己所有大额的筹码啊 全部拿了出来啊 紧跟着安特尼喊抽印 三哥秒扩 这是一个三十七万五千刀的底持 哎呀 这手牌很有可能啊 让三哥上桌之后啊 赢到的所有筹码啊 全部还回去 而安特尼呢 输了一晚上 会凭借这手牌直接回到水上 只要合牌 别是7 别是K 别是9 第一次发牌一张5 第二次一张圈 最终安特尼的顺子笑到了最后啊 拿下这个大地持 完了 这两小时三哥算是白打了 来看这一手牌 装卫的三哥 单门花 加注到了五千 尼克尔布一对圈 在大盲卫跟住 强口卫的 朵安哥拿到了一对Ace啊 翻前直接做了三百 一手 SS两门花 还算是比较强啊 翻前坐拥着六成的胜算 这种牌吧 尤其在单挑里啊 还是不错的 如果把那张八 换成一张十啊 一张圈啊 会更香一点 翻牌二九勾两张方块 尼克尔布超对圈 加上一个卡十的顺子听牌啊 直接推出楼印 朵安哥想都没想啊 接了下来 那么这又是一个大地持了 十八万刀 他们都按七成的胜算 今晚他们都按前一段啊 运气并不是很好 不过也算慢慢的 一点一点打回来了 好 仍旧是两次发牌 来看看这手牌啊 两个主咖 到底谁会赢 特上呢 一张红桃四 给到他们都按一个后门的铜花听牌 气球哥还是可以凭借着 除了红桃以外的圈或者石啊 来反超啊 合牌翻块四 光哥赢下第一次发牌 好 特上一张九 不是红桃 对于气球哥来讲啊 就是好消息 不过盒牌是一张 Ace 他们都按最终还是做成了葫芦啊 好取这个十八万的底持 之前一期视频呢 他们都按的一手两对啊 让我给看成了葫芦啊 在这给朋友们道个歉啊 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起早贪黑的解说视频 有的时候真的是脑子不够用啊 各位多多包涵呢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三哥六七八的连张两门花 在翻前啊 加注到了一万七 而教授用一手A圈钩的单门花啊 在前卫做了三百 不得不说这手一圈钩打的还算是比较激进啊 翻牌 三七十 弗洛普给到三哥 一个三七两对和一个卡顺听牌 而这个时候 Professor直接喊出了欧印 不但翻钱是抢几 这翻后也抢几啊 完了 这应该是要给三哥送钱了 当然啊 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胜算啊 他上一张八 这样的话 教授可以凭借一张 A四一张圈一张勾 还有一张九来取手 不过最终合牌那一张七 三哥做成了葫芦 赢下第一次发牌 好 第二次发牌一张九 这是一张好牌 教授现在拿到一条比三哥更大的孙子 哎呀 刚说可能要分钱了 结果呢 最终三哥还是一手葫芦 这可能就是奥马哈的特点所在吧 太容易成牌了 太容易打光了 所以说呢 起手一定要收紧范围啊 尽量打的再紧一点 接着来往下看 尼卡尔波拿到一对K啊 单门花 先手加住到了4000 X3一圈钩单门花跟住 而教授手里呢 是一对A四单门花 三败到了17500 印度三哥 三头 这是什么牌啊 2459啊 两门花啊 选择跟住 而尼卡尔波呢 直接是反手 做了四败 你来 我也来 哎呦 不过三哥这牌就别接了吧 看到两个欧印还要用这样的牌去入池啊 这真的是在去碰运气啊 不过翻前啊 并不说明问题 还是要看翻后会掉什么 翻前大家的胜算呢 都是差不多的 32万刀又是一个巨型底持 发两次牌 来看看结果如何 翻牌实时钩 我只能说气球哥有机会 不过虽然是双头顺的听牌 但是一张Ace啊 并不是他的奥子 只赢一张9啊 气球哥只赢一张9 合牌 一张红套二 教授笑到了最后 好 那么当然还有第二次发牌 气球哥仍旧有机会 翻牌468 这给到三哥一个双卡顺的听牌啊 给到三哥24两对和一个双卡顺的听牌 这是有点问题啊 不是一手2468 是一手468 468的话 三哥呢卡三 还有卡七 八张奥子 除此之外呢 因为命中一对四 还有额外可以做成两对的奥子来反超啊 这手牌三哥有机会 看上一张六 出攻对 那么三哥的胜算可就大幅度下降了 而之前异常活跃的气球哥现在也是说不出话来了 最终合牌一张方块 A4 教授呢 做成了葫芦 笑到了最后 而率先喊出欧印的倒霉的气球哥现在笑不出来了吧 之前赢牌的时候太得意忘形了吧 大乐极声杯了吧 截止到目前为止啊 他是牌桌上 输的最多的牌手 已经深水下超过了35万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